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昨天2月6日 俄罗斯宣布在6个月内退出中程导弹条约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前天说 俄国将会建立一个陆基远程导弹系统 射程超过500公里的导弹研发不久就要开始了 他说这么做是因为美国退出了中程导弹条约 那在前天晚些时候 川普在国情咨文演讲中 他是说 退出中导条约是别无选择 美国在遵守着协议 但是俄罗斯屡次违约持续了很多年 川普说也许可能会谈判达成一项不同的协议 但是要把中共和其他的国家也给加进来 如果无法达成的话 美国的投入和创新要超过其他所有的国家 对于双方退出条约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鲁德表示 俄国退约并不会增加美国新的担忧 所以有分析认为 美俄退出中导条约虽然看似是欲棒相争 要开展军备竞赛 但实际 他们可能针对的是同一个目标 中共 大家知道 美国在2月2号宣布暂停履行中导条约的义务 启动退约程序 当天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宣布暂停履行中导条约的义务 就在美俄双双退出了中导条约的当天 中共外交部马上有了反应 说这个条约对维护和平是很重要的 中共说美俄退约令人遗憾 所以敦促双方对话解决问题 不过中共却反对重新建立一个把它也包括进去的新条约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认为 中共的这种立场就是在暗示 北京承认这个条约对美俄双方有限制 但是却不会限制中共推动自己的利益 美国打算退出中导条约 背后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中共 在上个月他们发布的报告中指出 北京不是中导条约的缔约国 与对美俄施加限制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 中共在这个协议之外 使它能够迅速的扩大导弹库 目的就是要打击美国和盟军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和战略部署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海因·里希 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共有很多种类的导弹 其中90%很可能违反了中导条约的限制 而它反对美国退出中导条约 这非常有意思 海因·里希指出 除了美国之外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受这个条约约束 美国是唯一被限制的国家 而俄国方面也在表达着相似的看法 俄罗斯在宣布了暂停旅行中导条约义务之后 俄国的媒体和专家纷纷表示 只限制美国和俄罗斯的这个中导条约已经过时了 他们说必须签订新的多边条约 把一直借机全力发展中短程导弹的北京 也纳入到受约束的范围 俄国杜马防复委员会主席沙马诺夫表示 在过去至少十年当中 俄罗斯提出过建议 如果美国也认为合适的时候 签订新的中导条约 必须把中共、朝鲜、伊朗、巴基斯坦 还有印度等国家 已经拥有相关导弹技术的这些国家 都给纳入到这个受约束的范围 结合在一起签署新的中导条约 不能只是双边的 而是要多编文件 那么为什么美俄双方退出这个中导条约 却把矛头都指向了中共呢 德国之声报道说 30年前美俄双方签署这个条约的时候 是承诺全部销毁 而且不能再生产 或者是试验新的射程在500到5500公里之间的 陆基弹道导弹 这是区域安全架构的一个基础 但是呢 没有在条约缔约国的中共 却在30年当中趁机大大的发展了这类武器 据美国国防部的估计 中共的军队有射程达到1000公里的短程导弹 大约是1000到2000枚 这些导弹都是被中导条约所限制的 俄国的军事专家指出 中共在中短程导弹方面的发展是最快的 如果任由北京发展 却单独的约束美俄 这是不公平的 大家知道 这个中导条约它有一个特殊指出 就是完全禁止导弹 这个也是中共极力反对加入新的中导条约的一个原因 科学与政治基金会的里希特表示 中共就是在用这些导弹封锁着东海和南海的上空 来抵御为日本、韩国和台湾提供保障的美国航母舰队 如果中共加入到这个条约里面 那就意味着中共将不得不裁减大量的导弹 而美国却根本不需要放弃任何东西 因为美国依赖的是海上和空中的武器 俄国国际问题专家马泽果夫表示 莫斯科本身是不希望中导条约被废除的 因为这样 北约部署在爱沙尼亚和波兰等地的导弹 三、四分钟就可以飞到莫斯科 马泽果夫指出 川普的决定并非只是针对着俄罗斯 他具有高超的战略眼光 他说这位美国最成功的总统非常有头脑 退出中导条约他同时达到了多个目的 最主要的就是迫使莫斯科向北京要施加压力了 川普解决的不仅仅是表面的问题 而是有地缘战略的目的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